方便你来看看最近哦 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这超火红的变形金刚呢 这电影魅力果然是惊人啊 连台湾这乡村修机车的老师傅 也拿着六台机车零件焊接改装 结果他花了这个整整三十天的功夫 造出了一尊两公尺高的山寨版的变形金刚 不过这山寨版的变形金刚 头上却多了这个炒菜锅盖 活像个是个带斗力的柯博文 谁说只有美国的变形金刚才能红透半边天呢 咱们台湾也有土产的变形金刚 而且还是用六台机车零件焊接改装而成的 台湾的变形金刚天天站在南投渔池 这处乡间小镜里头 帅气的双眼不断注视前方 不管是手掌还是手臂通通都能动 霸气可一点也不输人 全靠的是这位机车老师傅的改装好手艺 仔细看台湾的变形金刚 头部胸部用的是机车前鞋板 身体用的是最强壮的引擎部分 手臂和手掌则是机车悬吊还有轮胎 汉真正的柯博文比一比 坏就坏在咱们土产的变形金刚 头上多了个锅盖 活像是带斗力的变形金刚 还带了点香参气息 路过的游客真的很尬 台湾的土产变形金刚 拿起手机拼命拍照留念 而这种用六台机车零件改装的变形金刚 也成了当地最夯的观光景点 中文新闻周大翔 南投报导 咱们混啊 好 mail 最后